我们总说呀,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广阔的其实就是人物的心理了。 那么今天呀,你能够先回答唐国老师,什么叫做人物的心理吗? 嗯,心里面的一种感觉。 嗯,心理描写,就是心理的一种感觉。 那你能用几个词来回答我吗? 你想到了哪些心理描写的词呢? 嗯,生气。 嗯,还有吗? 嗯,高兴。 高兴,没有吗? 嗯,兴奋。 兴奋,难过,伤心,等等等等。 那我要纠正大家一下了,像生气,难过,高兴,这是心理描写吗? 这其实是我们人的一种心情,对不对? 那所谓的心理描写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呀,心理描写,它就是指在文章当中呢,对人物在一定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就有任何的心理变化了,对吧? 在一定的环境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 我对它的这些方面进行描写,我的目的呀,其实就是为了在我的作文当中,体,这个体现出人物的一种精神和性格上的特点来。 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你来看一下,这还是心情吗? 说呀,比如说有一天,杨老师的一位同学,不要了,就直接是唐国老师好了。 我在大夏天的时候呢,吃了一只冰糕,那当我吃完它的时候呢,正小,我在等待的公交车来了。 于是呀,我就拿着这个冰棍,上了公交车,等一到公交车上呀,我手里的这个冰糕纸和冰棍就没有地方丢了。 于是我坐在座内上,就想,我如果现在直接把它丢到窗外,那么让别人看见了会怎么想呢? 会怎么想呢,孩子们? 你很没有素质 很没有素质,没有功德心,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又想了,看来呀,我一定要想个地貌才行。 这时候,唐红老师想,我要把这个冰棍呀,还有这个冰糕纸,把它放在窗岩的这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夏天窗是开着的,对吧? 在窗框下面是不是有这个窗岩呢? 我要把冰棍纸放在窗岩上。 这时候呢,如果来了一阵风,它粗脚被吹走了,那么就是风扔的,跟我毫无关系了。 如果没有风呢,也没关系。 等我到这儿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冰棍的冰棍纸和冰棍一起拿走,扔下这个车外的垃圾桶里。 刚才我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你能够告诉我这个故事中的唐红老师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特点和品质的人吗? 很机灵。 很机灵。 很机灵,那这个机灵是用在了正地方上吗? 嗯,不是。 没有,我是耗耍,什么呀? 小聪明。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刚才呀,唐国老师说的这个故事,我说的我开心,我犹豫,要不要丢它。 说了这些有关于心情的词吗? 没有。 没说,那我是一直不停地在描绘我的心理活动。 如果我把它这个放在了串串眼上,风来了怎么样,风不来怎么样,这都是我心里面想的一系列的活动。 对不对,孩子们? 所以今天咱们要学习的就是这种心理描写。 这也就解决了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有许多孩子不知道如何表达人物的心理,以为高兴,难过,伤心,这样的词就能够把心理表现出来了。 其实是这样的吗? 不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心理描写的常见方法到底有哪些呢? 其实呀,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内心读白法,也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一种方法,其实还有动作的一种暗示法。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描写法等等等等。 那这是我们以后需要学习的。 今天我们先来重点了解一下内心读白法。 什么叫做内心读白呀? 其实说白了,它很容易,就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描写方法。 我心里想了什么,我心里说了什么,我把它写出来。 这就叫做一个人的内心读白。 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啊,通常情况下在写作文的时候,这种方法是特别适用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内心读白了解一下。 它就是通过人物的内心,这个内心表白来揭示它的特别隐秘的内心世界。 那么从而啊,它能够体现人物的思想啊,性格呀,让读者能够更加的了解文中的人物。 那既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内心读白,你现在想见一见内心读白有哪些形式吗? 嗯,有一种形式啊,就是可以去大断的描写我的心理。 也就是说在文章中大断的描绘人物的内心读白。 那还有一种形式啊,就是我可以在文中零散的进行人物的内心读白。 可是唐国老师光这么说,我们还是见不到真正的例子。 对吧,那我们从一段文章当中啊就能够体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断的描写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内心读白的这个表达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妙处。 好吧,那现在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一小段话,可以吗? 嗯,我现在你可以暂停视频,赶快来读一读这一段话。 读完了吗?嗯,好,读完了,那老师有问题了。 像这个例子,它就是在文中大断的去描绘心理的,去描写内心读白的。 你能够找到它的心理,描写心理的句子有哪些吗? 嗯,找到吗? 上课了,我连作业都不写了,一直在背书。 是不是心理的一种想法? 是。 上课了,我们来体会一下,上课了,我连作业都不写了,一直在背书。 这是我自己心理的想法吗? 嗯,是不是? 是。 这是不是在向我们交代这个事啊? 是不是在叙事啊? 让我们知道,它连作业都不写了,一直在背书啊,孩子们。 是。 对不对啊? 到底哪一个事啊? 到底哪一个事? 是叙事还是心理描写? 叙事。 那我们来看有没有心理描写啊。 万一老师查到我,看我背的叮叮叮叮,会不会拼拼我呢? 这是不是心理描写? 是。 他心里在画问号了,对不对? 嗯。 那我们再来看,要是老师抽查到我会背的小节就好了,就怕老师抽查到我不会背的段落,那我可就惨了。 是不是心理描写? 是。 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有许多孩子叙事和心理是分不开的,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可等了半天老师还是没有抽查。 这一句话是不是心理?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嗯,事实。 哦,这是事实,这是在叙事,对不对? 嗯。 那我们知道了,这一句话呀,它不是人物的心理,咱把它画出去。 还有,一会儿抽到我这组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这也是在向你讲事情,在叙事吧。 嗯。 接着,我的红桌被老师抽到了,是不是? 不是。 不是,他背的不熟,是不是? 也不是。 老师说下午还要让他背,对不对? 嗯。 是不是,是不是心理描写? 也不是。 我心想,你看,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什么字呀? 想,看他想了什么啊。 下一个肯定轮到我了,我会不会背的和他一样糟吗? 可是,直到下课,老师也没有抽查到我。 哪些句子是? 嗯,把试的读出来。 下一个肯定轮到我了,我会不会背的和他一样糟吗? 太棒了。 那后面的这一系列,这都是在干嘛呀? 在试试。 在试试,对吧? 嗯。 今天我真幸运,要是老师明天记得抽查的话,我回家也要好好的背, 那样就不会结结巴巴,也不会挨老师的批评了。 这是不是心理描写? 是。 是,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像第一句话,还有中间的环节是咱们要删去的, 这些不是心理描写。 那,我们来看,在这一大段当中,它是不是出现了许多人物的心理描写呀? 嗯。 那么,这一段话呀,咱们知道了之后,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呢? 你有没有没有这个背课文,或者是没有做作业,怕老师抽查的时候呢? 有。 如果这样的话,你再也不要用紧张,难过,害怕,这样的词去形容了, 而是可以用一些句子来描绘你的心理,对不对? 那这是一种大篇幅的描写,除此之外呀,还有零散的内心活动。 咱们现在来暂停视频,读一读这一小段话,特别的有趣。